你不要再胡說八道 你不是行政院長 你們為了要民進黨的繼續執政 你們在制裁台灣人 經濟部長請你不要再說話了 你已經是全台灣公認 最沒有格子也最沒有專業的部長了 請把以後專業的部長請來 請你下台 如果你下台的話 全民會非常高興 主席今天安排的題目是 二屋戰爭影響全球人員 跟原物料的供需 對我國的衝擊 還有政府因應知道 非常的重要 所以今天我站在這邊 我心情非常的沉重跟沉痛 今天有四個部會 你們提供了資料 有國發會 我們請龔主委 還有經濟部王部長 財政部李次長 以及中英文行岩副總 請這四位上台一下 因為影響深遠 所以特別安排了 這樣子的題目 不然讓全國人民知道 在激情之下 我們要怎麼因應 我們的未來是什麼 然後我們的政府的一個錯誤的態度跟政策 到底人民影響了什麼 3月8號 美國總統拜登 他宣布 美國要禁止進口俄羅斯的石油 還有其他的能源 而我們的民進黨政府 我們也非常的高調宣誓要制裁俄羅斯 要全面中斷台俄 雙邊進出口的貿易 根據今天你們的報告 然後我就先由中油和台電的說法好了 台電跟中油說 2021年台灣從俄羅斯進口的煤炭 只佔進口總量的百分之十六點六 從俄羅斯進口的天然氣 只佔進口總量的百分之九點三 對俄羅斯的貿易進口量 只佔台灣總貿易總量的百分之零點七六 出口的總額是十三億美元 進口的是五十億美元 副總統賴清德他說 我們不得不制裁俄羅斯的 他還講什麼 他說台灣是民主陣營的議員 所以我們一定要參加 這就是一個態度 請問在場的你們 你們的態度是跟賴清德副總統一樣嗎 請公諸位 請王美華部長 包委員 我們再次配合整個國際間 他們的一些 所以你們只是配合國際間 你們並沒有想要配合賴清德 所說的台灣是民主陣營議員 說我們一定要參加 這是我們的態度 是這樣子嗎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們在場的專業讓我非常的質疑 讓我們看一下 我為什麼反對這樣的態度 因為我們看到態度有很多種 我們來看一下 一些不同國家的態度 我們看英國 英國一直以來是美國發動海外戰爭 他從來不缺席的美國的鐵港盟友 他碰到美國要制裁俄羅斯能源的時候 他的回應是什麼 他是說2022年底前 他可以停止進口俄羅斯的石油產品 英國進口俄羅斯天然氣占比只有4% 當然 他的話語裡面講的是 年底前如果形勢有改變 那麼他就不制裁了 多聰明 再來看歐盟 歐盟在法國的凡爾賽開了會 有27國的領袖 他的結論是什麼 他說暫定2027年 要完全擺脫對俄國能源的依賴 他並沒有說現在要制裁 歐盟進口俄羅斯天然氣的占比是多少 40% 我們再來看離我們最近的日本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他回應是什麼 日本如果要停止進口俄羅斯的能源 可能會妨礙 能源的穩定採購 他強調應該要把能源的穩定 供給還有安全的保障 當作國家的利益 日本從俄羅斯進口的天然氣 我們看一下 他的占比是多少 他的占比是8% 比我們少啊 從俄羅斯進口天然氣的國家 不管是英國的4% 或者是日本的8.2% 或者是歐盟27個國家的40% 他們在面對美國要求制裁 俄羅斯的態度 並不是只有一種態度啊 我們可以看到剛剛我講的例子 英國是混水摸魚 是打太極拳 日本乾脆有個子的告訴他說 這是我的國家利益 我不幹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英國也好 歐盟也好 日本也好 三種不同的態度 但是他們的原則有什麼 他們原則只有一種 那個就是傷害我的國家利益 我不幹 影響我的國家的經濟 我不幹 損害我的人民的利益 我不幹 所有國家的自身利益是 唯優先的 只有中華民國的民進黨 香港政府 美國只要犯一個屁 他就要響應 還說這是一種態度 國家利益 經濟影響 人民利益 全部都要因為美國而放棄 我原有誤會 王部長 你不要說話 我還沒問你 我現在正想問你 我現在正想問你 這個部分 所有的歐洲 所有的日本 韓國都一樣的 所以這是一回事 這個跟能源是兩個不同的議題 你不要在這邊胡說八道了啦 我現在問你 問了要制裁俄羅斯 我們到底要花多少代價 經濟部你們盤點清楚了沒有 花多少代價 簡單的說明 我們 我們 發布的這個制裁 就是跟所有這些先進國家一樣 你不要再胡說八道 我剛剛就已經告訴你了 我們的能源 進口的還比日本多 我們都 日本都不敢這麼說 我問你問題一 政府宣布制裁俄羅斯之後 你給我回答 你們到底有沒有盤點 我們要花多少代價 不要講什麼 你不是行政院長 你不是賴清德 你是經濟部長 請回答 盤點沒有 盤點沒有 我們人民要花多少代價 我們現在制裁的東西 委員 我是跟委員澄清 我們現在制裁的東西 我們要花多少代價 你們盤點清楚 說有或沒有就好了 你不是行政院長 那我在這邊我就是要跟委員回答 盤點的沒有 我們都很清楚 相關的國際趨勢跟台灣的需求 盤點的沒有 反來就有盤點 好 政府宣布制裁俄羅斯之後 有沒有要跟進美國 禁止進口俄羅斯的天然氣和煤炭 請說明 我們目前沒有啊 目前沒有 沒有啊 好 那就大聲講清楚 目前沒有要 不進口煤炭 依然進口煤炭 依然進口天然氣 對不對 我們按照我們的合約 我們採購的合約 目前 好 現在問你 俄羅斯要制裁你了 請問一下 台電跟俄羅斯在煤炭方面 簽有一年六十萬噸的長約 而且我們百分之九點多的天然氣 是從那邊進來的 他要制裁我們了 你們要怎麼辦 如果他制裁我們的話 天然氣含煤炭的能源缺口 你們要怎麼補足 我們俄羅斯的天然氣 今年三月就已經到齊了 我們本來就有去跟別人採購了 跟誰採購 價錢跟俄羅斯一樣嗎 這個是國際的長約的價格 多少跟俄羅斯一樣嗎 是比較貴還是比較便宜 長約的價格都差不多的 差不多是差多少 跟委員報告相關的契約的具體的價格 因為這個都是商業的比較機率 又是秘密了 但是這個價格我們談的是非常好的價格 比俄羅斯還便宜嗎 我們的理解是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是什麼 就是比俄羅斯的便宜 比俄羅斯便宜 然後天然氣也比他便宜 我們採購的那個 代替俄羅斯到期之後 新的採購的合約談得不錯 不錯是比便宜 你清楚講嘛 天然氣跟煤炭都是嗎 是沒有錯我現在講的天然氣 天然氣跟煤炭都是比俄羅斯還便宜嗎 我們的煤炭台電從俄羅斯買的是3% 3%也很重要 這個合約如果他制裁我們 他不要了我們要從哪裡拿 我們本來都我們那個相關的煤的來源 都有準備好了 好啦部長 還記得 上個會期我在這邊也質詢你 我說天然氣的價格高漲 會不會影響台電 台灣變價的時候 你說價格高漲的是現貨市場的價格 我們的天然氣都有前約 所以影響不大 看一下 後來採購天然氣的結果是什麼 卻是本來有盈餘的中油 中油在現場對不對 因為採購變成了大幅赤製 我們現在已經虧損了749億 現在政府要制裁俄羅斯 而你剛剛說我們跟他的天然氣跟煤炭 並沒有停止合約 可是人家要制裁我們啊 所以呢原先我們跟俄國採購的9.3% 天然氣還有3%的煤炭的能源缺口 我相信你剛告訴我們說是有接其他的約了 那煤炭是長約 是不是要到這個所謂的能源市場去搶購 以日數漲的能源現貨 而我們相信高漲的能源價格 它一定是帶動萬物起漲的 所以今天會有這麼多的部會在這裡說說明報告 你剛剛一直在胡說八道 所以我現在 所以我認為我們台灣那麼高調的制裁人家 引起人家的反制裁 這讓相關的產業還有台灣的人民陷入了未知的危機之中 所以今天我們的主席安排了你們要各部會的報告 你們讓我們人民陷入未知的危機 人民的利益到底在哪裡 你們說要制裁俄羅斯 但是我看到的卻是你們在制裁所有的台灣人民 你們為了要民進黨的繼續執政 你們在制裁台灣人民 經濟部長請你不要再說話了 你已經是全台灣公正 你已經是全台灣公認 最沒有格子也最沒有這個專業的部長了 請你下台好了 我們尊重委員的執行 但是請委員不要這種用語 謝謝你 請你不要在這裡胡說八道 請把 請把以後專業的部長請來 請你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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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如果你下台的話 全民會非常高興 謝謝 謝謝